欢迎收看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黄敬如Ruby 首先要请观众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的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 另外透过音讯以及Podcast收听的听众朋友们 也请记得要到YouTube搜寻 股市蔡英斯坦 就可以看到摩尔头股蔡英斯坦 蔡正华老师精彩的股市相对论的教学 那么今天的台股是下跌了77点 收在12750点 昨天已经有许多的太阳的股 出现了日落形态 也就是破前一根低加收低 那么今天更是进一步的出现了 短线的麦芽出笼 当然这一切都被我们的蔡英斯坦老师所料中了 所以现在就赶快来欢迎 摩尔头股蔡英斯坦蔡正华老师 老师您好 Ruby好 投资本大家好 老师有许多投资朋友们 他们可能最近才刚开始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最近才刚刚加入LINE的朋友 他们可能错过了 老师前几天有提醒说 太阳能会出现大幅震荡的讯息 结果他们这礼拜才跳进来追太阳 那么这些投资朋友们 他们该怎么办呢 好 那这个 我们等一下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 那我会 我会让你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呢 会让你们发现说 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 是 就是除了错过讯息 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你下次不要再发生这种现象 是 都是涨了三个月才来追 对 这有个问题 是 那么当然有的人他会讲说 可是蔡老师这不是国家未来五年的计划吗 是 我三个月再来追 以后还是会有什么关系呢 对有的人是这样想 是 那这就是传统上的先喜欢再买进的概念 是 我常常跟各位讲 做股票不是要做你喜欢的 而是要做市场喜欢的 当然有的人说 我刚刚看的时候不喜欢 我看了三个月也好喜欢 对不对 所以就追高嘛 是 那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喜欢 因为市场上他刚刚开始涨的时候 一般的投资人他接到的讯息比较少 是 这就是为什么要学N字突破 因为当N字突破的时候 他在表现的 事实上是你还不知道的事情 是 好那 有没有机会 在高档的时候先来做 获利卖出 或是先把档 等到拉回再买进呢 就高出低进 那事实上是掌握到一个N字嘛 是 那N字的格局 N是这样写的 从左下到右上 从20涨到40 40卖出30接回来 30再涨到50 是 一路反反复复往上 市场股票就有机会从20涨到200 那么你有可能 从500万的身家变成2亿的身家 是 对吧 20万的身家往上拼一个100万的身家 所以N字是一个操作格局当中很重要的观念 那么 等一下就来讲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礼拜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因为有看我们丰富台的人都知道 我们这波率已经做了两个多月了 是 帽迪从10块钱做上来做到现在 是 对不对 那高档都已经做一个获利卖出了 是 援金也一样 在这个礼拜三我们说高档我们也出了 对 那并不是说出了是看坏 为什么呢 N字就是这样写的 创新高卖出 拉回再找机会买进 那只是说这个幅度跟这个所谓的节奏 这就是重点 好比说今年的生计股 你说生计股我看不好吗 还是看好啊 是 国家10年大计划怎么会看不好呢 对它在我们四大区块里面 对但是你在大涨之后 你需不需要让它修正呢 一定需要吗 是 因为里面有人赚了十几亿 上百亿的 太阳能这一次有人赚了好几亿的 是 那它现在先出一趟 然后呢 它资金等低点 对它来讲很正常 所以我告诉各位 一般的投资人 会在这个漩涡当中呢 有一点晕头转向 就是因为呢 你在决定动作的时候 是由你自己的心做出发点 他心中有偏见 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看法 而不是以市场上的看法 作为你操盘的节奏 所以跟我们相对论的金钱道 做学习的最重要就是 我们教你怎么样 把自己的这种边边角角 性格上面的这种 我们说一个逻辑 就是说唱歌的歌星要有个性 是 演员要有个性 对不对 甚至于做学术研究 你也要有你的个性 是 那做文艺创作的 你要有你的个性 才能够质地有身 万股留名嘛 是 对吧 是 做生意的你也可以有个性 你可以切出一块 属于你自己的粉丝嘛 是 但你做股票不能有半点个性 很抱歉 我必须要这样跟你讲 你做股票不能有半点个性 你不要告诉我说你很有个性 你看好什么 你要跟市场作对 你觉得市场上的人都看错了 只有我看对 那我告诉你 错的一定是你 而且错的很离谱 对 就是 天底下就是做 操作股市这件事情 我拜托你一件事 不要带有你自己的个性 你看像我郑华 我这种个性 小时候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 不是坏孩子 但是也有点叛逆的那种 你就是感觉得到 我讲话这个样子 我相信你大概也就感觉到 我后来都被市场训练的 市场说什么就做什么 我都乖乖的 就是这样 也当然也带领我 郑华看到了人生当中另外一面 所以 第一个就要回答各位就是说 要怎么做到 就是 要遵从市场的看法 而不是自己的想法 第二个就是 新的朋友 你只花了三天 还来不及学习我们这一套 那你就无论如何 今天一定要加入Lite 绝对 百分之百一定要 你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加入Lite呢 因为这是我们丰富频道 最后一天播出 对 那从下礼拜 还是看得到 也听得到 但是呢 就是不是在这个频道 对我们转移阵地了 对 所以你加入Lite的好处就是 我们会在Lite里面 拉连结给你 你每天都看得到这个节目 每天都看到震华 那这个Lite的加法当然就是小老鼠 G-O-L-D-M-O-N-E-Y-E-6-8 那我今天特别念一次 因为平常这个工作都是LUBY在负责 那因为下个礼拜开始 这个节目看不到LUBY的画面 但是还是听得到她的声音 是 对 那LUBY你觉得观众是比较想看我还是想看你 当然是想看老师 老师那么英俊挺吧 很多观众也是很喜欢看LUBY 你去考驾照那天 大家多担心 是吗 很多人关心说LUBY我们有考上 我考过了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下个礼拜注意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电台的频道 是 FM98.1 News9898新闻台 每周一至周五 晚上的10点半到11点 收看股市蔡英斯坦 跟我们这个频道节目名称一模一样 股市蔡英斯坦 Podcast的话 名称也是股市蔡英斯坦 所以大家要记得收听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如果在开车偶也可以听了 是开车也可以听 好那 另外一些朋友 你现在如果是在看YouTube的 的这个频道的话 那我告诉各位用几个方法 或者是说 你不知道怎么找YouTube的话 教各位几个方法 如果是各位是听Podcast的 他现在可能不知道嘛 上这个YouTube以后 搜寻蔡振华 关键字嘛 或者是金钱道 都可以收得到 是 那因为我们平常每天的这个节目 是有时效性 所以你其实必须是天天看 你不要说这个突然这个性质来了 找个蔡振华 结果一看看去年的 你别闹好不好 百味老师以前的样子 要看今天早上的好不好 对所以除非是我们的教学单元 因为我们的YouTube上面有教学单元 那个就没有时效性 对 那个就是要常常三不五十看一下 对复习一下 对然后注意就是 记得按订阅 按赞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以后就不会找不到净吧 对 好注意今天一定要做这个事情 是 因为下个礼拜我们丰富台的频道 我们就转了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事 对 如果说你真的什么 就是你不擅长于手机的操作的话 你就来电群问小帮手 是 怎么帮你加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大盘压回 因为今天不是只有太阳人在震荡 对 实际上我们说呢 大盘在12500到13031中间 这个来回的震荡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丰富台一开始 就在这个震荡局里面 对 我们从来都没有告诉你说 上看1500或下看8000没有意义 是 我们告诉各位 真正做股票抓的是节奏 你要在这一波当中 抓到主流 这一波当中抓到主流 这一波当中抓到主流 这个地方在日落的时候 避开要下跌的股票 是 所以我们来看到 在做的过程当中 9月28号这一天 非常的简单 第一根日出 怎么定义呢 这一轮下跌当中很多人去抄底 每天抄 每天抄 抄到最后停损在最低点 或者是在最低点卖股票 在我看来都很可惜 对 所以的节奏应该是怎么做呢 你可以看到 上一个日落很简单 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拉出来 这里应该要把什么 弱势股卖掉 是 如果你在这一天把弱势股卖掉 你绝对不会在这个地方砍在低点 是 因为这个地方你卖掉的时候 200万已经在手中 对 所以当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是等待日出 买进新的股票 是 那反过来就是有的人他在这边追股票 结果呢 砍在低点股票再拉上来 天哪 他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有人说 其实股票都在一万多点 有的人 这个做完股票回家 老婆问他 老公这个月有没有赚十万 他不好意思回答 其实赔了二十万 天哪 那儿子就更不理解了 爸爸这个指数不是都在创新高 一万多点吗 对啊 做股票怎么会赔钱 是 爸爸说不出来 真的要解释 第一来儿子不容易懂 二来如何儿子懂了 搞不好还笑他爸 对不对 赵老师不是跟你讲过吗 掌握节奏 你还跟他反着做 对啊 所以 这个就是要告诉各位 来讲说 节奏的重要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节奏在这个礼拜 第一次出现日落的地方 我们来看 这一波上涨过程当中 从9月28号开始 第一次跌破前低的 其实是在这一天 叫做10月7号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有没有收低 没有 没有收低 他反而收高 是 既然他不是一个日落 应该续报到国庆日之后 是 在国庆日之后 我们看到10月13号 第一次出现破低 但没有收低 是 可是隔日来收低 那我们说礼拜三 收盘之前 或者是礼拜四 开盘的时候 对 你应该要把 这一波转弱的股票 全部出掉 没错 而且是怎么样 大转出场 是 对不对 是 那到了现在 因为钱在你手中 对 下煞的过程当中 你就不会问我这个问题 你反而会问我说 请问下一波要买什么 对 我们下一个日出在哪里 这就是节奏 是 日出而坐日落而行 是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解盘 就是非常的清楚 是 因为 很多写指数的人会告诉你说 拉回来到哪里 寄现下方的几分之几做买进 你听了 有什么用呢 还要到几分之几 你就算是看对的指数 你买的股票如果是错的 还不是一样赚不到钱 对啊 你反而应该要在大盘指数 拉回的时候 念到我们的口诀 别人收低 我收红 是 别人收黑 我留下影线 是 好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继续讲 所以你看第一个 从预见光的角度 我们举它为一个例子 每一个N字都不破前高 但是很多人他会去做什么动作呢 认为跌升的股票会反弹 这就是他们心中的想法了 结果今天又破底 对啊 对不对 如果你要照市场上的想法 别人没有创新高 我先创新高 这叫做市场喜欢的 追下去 对不对 那你上这个礼拜应该太阳能大赚才对啊 对 而且还高档出场 是 好 所以我们来回头看 大部分人会被这样子的事情 包括像这个20GB国家的目标 所引诱 这个礼拜才来追太阳能 事实上太阳能我们已经做两三个月了 对 好 那我说 这个你要在2025年前完成两亿的资产目标 那么不管你现在是100万200万都有机会 但是呢 万丈高楼平地起 先赚一个20万给自己看 是 所以说不需要去追已经大涨了 完全可以找新的股票来做 是 不管你再看好某个题材 也不要遵循合理的买卖点才能操作 最基础的理论就是日出日落 那么 这个当然是最基础 我们好像就英文ABC一样 你如果要学那种进阶的买卖法 我们日后进阶班再教大家 好 可是 我比较不希望看到就是说 连最基础的都没有做好 就说要学难的 这个不要 对 好那果然看到太阳能今天都拉回了 是 那前天就是一个短线上的卖点 大家最近的时候 其实这个礼拜很多 过去从来不曾做太阳能的 市场的同业或老师也都来做 都跳进来做了 好可怕 我看都 追随老师的脚步 对 真的是下了一颗 我一身冷汗 因为我之前跟各位讲过嘛 就是说大家来共襄盛举 我的态度也很开放 我也不会去说别人怎么样 但是 我要你知道我的立场 就是很简单 日落我一定出 我不顾情面的 这个我们出在 有一些股票我们出了掉下来 不要说是因为我们出才掉下来 我告诉各位 因为你当时是设定一周的目标 20万 是 那你做到20万 又转弱为什么不出 对不对 好那我们看到达能果然 这个礼拜就出现第一个短线的高点 是 那你看昨天这难道不是日落吗 对 昨天直接跌停 对 那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说过嘛 强势股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出现跌离白起盘 是 所以你看他过去这边跌了三根嘛 你看达能 他今年8月份的时候 曾经跌三根 9月份这边跌两根 10月份这边再跌两根 也不为过 是 你8月都演给你看 9月都演给你看 你10月还追高 那你没办法 这个我就跟各位讲过了 强势股应该是在拉回的时候 早到下一次买点 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国硕 那国硕相对来讲好处是什么 他8月涨得很少 是 所以他这次补涨 卖压就不中 对 卖压就不中 所以今天虽然有破低 但是严格讲起来 虽然说有点收低 但是这个价格没有跑开 是 那我认为就是说 还有机会做高档整理 还有机会做 整体来讲 我要跟各位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太阳能我们还是看好了 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你的节奏要掌握清楚 是 不要在那种 该落袋的时候追 然后该买进的时候又杀了 好那硕和 你看硕和他这个 事实上也没有破低 连昨天都没有破 对 好那原金这就非常明显 昨天就日落了 是 那这张股票我们做了 大概也两三个月 我们短线上在这地方 就先挪出来 因为我们直接要买新的股票 是 再来安吉 安吉的话也是因为 你看他8月9月都没有涨到 所以他就维持比较强 是 那结论就是涨得比较少的 还是维持在强势嘛 是 但是有一些涨多的 你如果追到就糟了 因为我讲一件事情给各位听 你看联合再生 相对来讲还是算蛮强的 对 我讲一个事情给各位听 像茂迪的话 他这个日落就是周线级别 那这个最重要就是什么呢 他减制的这个缺口不要回补 他如果能够维持在这个区间上方 大概在35块以上的话 就还可以 他如果是回到34块以下下方的话 就是他减制以后 那个低点跌破的话 那整个太阳能就要整理了 就整理比较久 对 整理比较久 因为操作上应该是等杀下以后 再进场 因为你高档有获利出嘛 是 那我现在来讲一下市场的心态 其实本土大户不是说不看好太阳能 因为什么原因呢 也不是说他绿能就不做了 八九月的时候很多人 你说元金 茂迪都已经赚了好几亿了嘛 是 他根本不需要在这边去赌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什么 万一今天这个高点 到月底没有越过的话 对 那你看跌下来没有越过 反弹上去不创高 11月总统大选 拜登如果输了怎么办 因为这一轮太阳能之所以大涨 是从国际太阳能ETF先涨的嘛 是 那当时为什么国际太阳能ETF先涨 是因为拜登强力的绿能政策 而且他当时民调是大幅领先 是 所以Tesla跟ETF先涨 我们台湾是慢了一个月才涨 那你想想看 如果拜登输的话 先前ETF涨那么多 那是不是会有获利了结的卖压 是 他只要一打下来 这个卖压传回国内就糟了 是 那你套在这个地方高点怎么办 这是第一点 对 如果说你设身处地去想 你是已经赚5亿的大户 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全身而退 5亿先去买三栋豪宅 对吧 那当然先退 当然先退啊 因为你不需要去赌卖的赢不赢啊 这是第二点 第二点 11月中旬有第三季的财报 这是一个冲击 为什么冲击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达能 他节目营收才1000多万而已 我说你有一些排队的名店 搞不好一个月也不止1000多万 是 对吧 你节目营收才1000多万 你觉得他季报怎么样 我都不用讲你自己想 是 那这个东西你一旦出来 在11月中旬 我是不是冲击很大 对 所以你看很多这种大户他是怎么样呢 反正我赢大赚了 他这里我不去跟你读 他先抽一点资金回来 是 但是这里要想一件事 就是说 你想想看 他抽资金回来难道是 就也不能出国旅游吗 那干嘛 放在家里干嘛 他当然是去找新股票 对 所以我觉得说 你要反向去思考说 反而是好机会来的 然后看到这个礼拜 他们发现很多小白 市场小白 成群结队来追太阳能的时候 他们就先出一趟嘛 是 让这些人套在高档 对不对 等到他们受不了 卖出以后 他们再重新把股票拉起来 就跟当时玩生技的模式是一样的 是 好那这一点 再次跟各位讲 相对论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没有偏见 因为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这一次 我们之前 本来是做太阳能的嘛 对 那很多人在当时问我说 为什么生技要挪到太阳能 因为你看我们当时那个合一 他从这个100块不到 走到400多 从100块不到 这个地方 涨到这个400多的时候 你看这个时间点 他这一天是7月8号 是 合一7月8号 因为我之前有跟另外一个主持人 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问我 为什么当时生技要转到太阳能 那我说很简单嘛 你看这个画面 这就是当时的帽底 是 第一天转强在哪里 他看了一下 他说是在这里 那我就问他说几号 7月8号 这道理很简单嘛 在我一看来就是生技的钱 转到太阳能的嘛 那同样的道理 现在太阳能 他如果有震荡 钱也会转到别的地方 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逻辑 你不是要买你喜欢的 而是要买市场喜欢的 所以我大胆跟各位预言 72小时之内会诞生新的龙魂 未来三天之内 所以你们机会来了 是 反正要在这个时候去找 大家最不想找股票的时候 是 你才能够去找 就太阳能挪出来的资金 挪到哪里去这样子 机会 那我们就不妨来看几个现象 今天转强的股票 是 还有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转强的股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欧洲疫情升温 事实上在荷兰捷克半封城 巴黎已经宵禁了 其实 我们看到就欧洲的这个情形 的确是很严重 你看荷兰10月初开始 不断有确诊潮 每天大概6000人 至少6000人 你很难想象 是 真的很严重喔 很严重真的很严重喔 因为我们台湾没有 事实上你去看一下国外 现在才刚刚开始在加温 而且越来越可怕的感觉 第二波你看喔 真的宵禁喔 讲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对 我们看14号 这个法国单天增加2万多例 单天就2万多例 一个礼拜 7天吧 6天之内有3天 增加2万 它就是速度就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那因为 我们讲欧洲国家 还有这个包括像美国 有的人他可能会 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说川普为什么 为什么不干脆就是整个 大家都锁国算了 或者说 但其实你想想看喔 就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讲 他得病他可能还 还不见得一定 一定不会康复 对不对 是 但如果说他是一个不工作 就立刻没有钱的人 说实在的 口袋没钱 我想7天不吃饭 说不定就往生了 对啊 所以你很难想象 就是说在有一些不存钱的国家 跟那种民族性 像我们台湾人 我们有就是多半都是会存钱 对还是会存钱 你知道有一些那种民族 他们是 你两个礼拜不工作 他身上真的没钱 是真的没有 但有一些国家是福利政策还不错 就是还会给你补贴 对 但有的是他真的没钱 你知道 所以很多人其实不能够理解说 为什么欧洲国家会出现这样的钱 除了浪漫的天性之外 还有很多不得不的原因 那我们这不是要讨论的重点 重点是你要知道 第一个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这个的确是越来越严重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 恒大口罩的这一家 那今天就拉了第一根涨停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现象 如果从N字的这个理论上来讲 那我们来看到 钱高是没有过 钱高是没有过 钱高也还是没有过 但是呢 钱低已经出现第一次不破 对 好 你这注意一下 他第一次不破 所以这个只要一过高上去 变成一个N字 但前面几次为什么不算 因为他前面几次的低点都跌破 对 你看这里是一底破一底 但这一次他收缴 是 所以注意一下这个 有没有机会来做一个改变 那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在这里 有出现一个底部形态的话 我们刚刚讲过了 盖下来的季线是压力嘛 对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呢 至少你要把它在这里站回去 把它站回季线是这样 才能够机会打一个底部出来 或者是说 你把这个时间再拖更长 下面这个地方长达三个月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一条季线就会弯上来 这是第二个方法 那第一个方法当然是走得比较弱的方法 那但是我们来看到 口罩当然不只是恒大了 我们来看这一档 叫做巨龙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很明显的 走势就比恒大强非常的多 但原因有几个 就像我刚刚讲过 为什么这一波国硕可以比较强 强到最后 因为它前面没有涨 所以你看康纳乡跟恒大 今年年初涨很多 但是你看巨龙 没有涨太多 对 股价相对也不是那么高 对不对 再者呢 我们来看几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茂迪 茂迪是在这个时候出现最低点 叫做9月14号 是 那9月14号呢 出现最低点以后 我们看到9月16号 就开始进行减资了 是 那你想想看卤比 是不是很多人不想减资 对啊 因为减资的话 你要放在这边出来 要等待 两个礼拜了嘛 很多人不想减资嘛 那大家有没有好奇 这个茂迪不想减资的钱 跑去哪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这个1466 巨龙 转强的第一天 就是14号 有点意思对不对 对 所以我总是跟各位讲 股票市场上 就像很多人 他会跟我讲说 哇今天巨龙转强 其实绝对不是今天转强 是 你们都搞错了 周线的日出形态 是在这个礼拜 9月14号 看一下下面的时间 是 早就有人在布局了 是 已经有讯号了 今天只是顺势让你看出来 因为已经藏不住了 你知道吗 是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今天什么巨龙转强 哪里是今天 可是 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周线日出形态的话 大家有没有机会在这边做布局 这就取决于什么重点 你想买吗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时间搭回来 你说一般的投资人 他愿意在一个月之前 去买一个口罩题材的巨龙吗 很少人愿意 是啊 这又回到我们最重要的节目宗旨 不是买你喜欢的 是 是买市场喜欢 买市场喜欢的 这个时候又有人问我说 蔡老师你怎么知道市场喜欢呢 人家就N字突破还不喜欢吗 不然这个量哪里来的 这么大的量哪里来的 不参加冒敌减脂的跑去买 你说这些人是傻瓜吗 不是吧 对 但是你想破头却想不出原因啊 奇怪为什么要买这个 这就是又回到我们的老路了 很多人就一定要等到想清楚那个道理 但问题是你现在知道啦 欧洲疫情爆发嘛 对 可是你相不相信在一个月之前 有人可以料得到欧洲疫情会爆发 一定有 因为不是像所有的人 你都是待在台湾 对 对不对 他有的人他可能该待在国外啊 对不对 人家可能会知道啊 神秘的买盘 你说 你说卖口罩那些人他不知道吗 突然有需求 他不知道哪边卖的好吗 人家知道啊 一定知道啊 我告诉你市场上一定有人知道的 所以我们回头来讲说 恩赐突破为什么重要 人家当时恩赐在走左边的这一段的时候 你回头去看说 你真的是想破头想不出来说 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日出 怎么会长到口罩呢 大家都不相信 我告诉你今天人家就是创新高 是 所以来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好好跟我们学相对论实战 恩赐突破的一个精髓在这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这个面向 包括像油微科 制程设备的部分 那这个也是一样短线在走强的形态 是 那注意你可以看到 上涨的过程当中会带上一线 那拉回的时候才能够找时间来做切入 是 会比较安全 好那汽车的部分的话 因为同志已经创新高了嘛 对 最近有一些汽车干年是跃跃欲试 那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做观察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被动元件 当然很多人会看到这个国区最近有转强 不过我们先来讲一下凯美 因为他今天是涨停满锁着 是 首先我们要先讲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茂迪的那个减资缺口不能破 你看像凯美减资缺口破了以后 他回来测到减资前的低点才上来 对 这样才上来嘛 是 对不对 那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日出做进场 所以先讲一下 为什么我刚刚特别强调茂迪的缺口 那个不能破 对 那再来的话 我们说这里有没有机会带动上一波 被动元件 那我认为是个股表现 不是整体的被动元件上工 好那汽车零组件的话 因为郑达今天有上影线 我们在下个礼拜再来做说明 不过下个礼拜大家要看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上网路看YouTube 是 万丈高楼平地起 先设周周20万是我们的目标 下个礼拜既然会有新的族群 你就有机会达成自己20万的目标 不过呢 要把握这个机会 先加入我们Lite 让我再回来教你怎么做 对 赶快加入我们参应试探老师的Lite 跟着我们一起抢先布局 那么要加入呢 就要赶快输入 小老鼠 到11点到我们的FM频道98.1 就可以看到我们股市参一场节目了 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边 谢谢老师 也谢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